绍兴珠记的更塔东路上有一个叫做想街的商业区 晚上会经营夜市 吴女士说10号晚上带孩子经过 看到夜市里有激光秀表演 孩子拿了他的手机正面拍了起来 从正面录制激光秀的第10秒开始 整个画面出现了花瓶 杂乱的色彩持续8秒钟左右后 视频里又出现了一道黑色的细线 采访时 吴女士再次打开了手机后置摄像头 拍出来的画面里会出现两道黑色细线 纵向贯穿 吴女士强调 这些戏文都是拍摄激光秀之后出现的 她去修手机时才知道 正面拍摄激光秀不仅会损坏镜头 还有可能对人眼造成损伤 修这个摄像头要700多 我回来问我家小孩 我说你眼睛有没有事 她说没事 就这么大的伤害 其实是应该在醒目的位置 是有那种提示的 但是我们视频当中也有看到 并没有任何的提示 吴女士希望夜市方面 赔偿首期的维修费 这时一名自称是夜市管理人员的男子插话了 这么知道是血管打破的 他有当时拍照的视频 拍照的视频是什么原因 因为这激光打破 我从来没碰到这个 激光灯会把 激光灯会把 要把黄金也干嘛呢 不是 激光灯会把摄像头的 这个声音商会 你们也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那当时这里设置激光灯的时候 有没有人在这里设置牌子 或者有没有人在这阻拦 有没有在这提示管下这个人的了 你好 您贵心啊 别走啊 沟通过了 想接管理方据说是跟那个演艺机构联系了 演艺机构给的说法就是我们这个是免费提供给大家的 然后具体说辞就是拒绝你赔 找到想接上的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表示 不能拿手机正面拍摄激光灯是游客应该具备的常识 此前激光秀表演的现场会有两名工作人员维护秩序 我们这个视频好像没有看到你们的工作人员 也没有看到牌子 它是坐在旁边的嘛 它们专门在那个原来是那个 设置是牌 有没有工作人员 我问一下他们放在哪设置在哪一个地方 激光的手机对着激光是肯定会有什么 对啊 那当时有工作人员上来阻止你们吗 没有 我没有看到 工作人员联系一番后 让记者和吴女士留下联系方式 费用清单可你要给我们 到时候我们再跟他们夜市方面去沟通 夜市的话是他们自己有独立运营的 只不过是在我们底下的一个商户 那你们这个情况呢 我们会跟公司汇报 然后跟他们积极去协商一下 吴女士后来反馈 她已经修好了手机 拿到了发票和维修清单 想接管理房工作人员表示 吴女士可以把银行卡信息发过来 他们会对接运营方付款 记者也上网搜了搜 激光秀损坏摄像头的情况 还常见于演唱会 范科技类网站果壳 在文章中提到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演出现场只要不是一直盯着激光灯看 经过安全审核的舞台光效 一般没什么问题 不过对光线更敏感的图像传感器 就没那么幸运了 188黄剑记者报道